林鄭今天早班的困局 當初撤禁民站制時已經 沒有 不是想不想到 我不覺得驚訝 有些這樣 現在她又不是找不到人 不過大多數人的看法 就是她找不到最好的人 最好的人不肯進來 那什麼叫最好的人呢 所謂最好也者應該就是 你可以真的有得選那些人最好的 有些雖然她好的 但她選不下的 選不下的意思是她不肯進來 不肯讓你選 那些人都沒有得選 所以你這些正黨的活動 一定是一班自同道合的人 如果你想催生這些團體組織和人材 就是這樣 你政府自己都很難催生這些人 所以我就說如果你特首不是政黨中人 那你去哪裡找一班自同道合的人 所以你現在林鄭這樣來找 她找多數是政務官 這個是差不多是必然的結果來的 她最熟那班人 那班人她有機會以前大家共事過 雖然你念這些未必相同 但至少她對政府的運作 政府的了解是相同的 所以那些 你在外面找人進來 我們看過了這麼多次 就是由特首開始 董先生和其他那些 以前不是公務員的局長 副局那些 就是她們有很多個 你問一下她們的經驗都幾痛苦 痛苦的意思就是 她因為她這麼高級進來 她有很多事情她真的不太知道公務員 就是那個架構裏面有很多這樣 的不同的要求 就是英文所謂red take 凡文玉節有很多這些 這些事情公務員一定是這樣 全世界的公務員都是這樣 公務員要穩定要有可預測性 所以你不可以自己說 我喜歡去破格這樣做 我自己要做些個性 我自己要表現我自己 超人的看法不可以 你如果個個是這樣 你便無規無矩 所以你進來 公務員當然是透過自己的做法 不是那麼容易打破公務員這些規律 有很多人說公務員恩秦 公務員的本質就是恩秦